今天收到确认了 我们最慢速走到直波罗托的东边 在这边飘航等候风暴过去 这样一下就放心了 预计要飘到4号的中午 4号的中午我们在最慢车再往这边走 在这边等它过去我们再驾车再驾速 这样的话到欧洲肯定就会推迟 大概推迟了有5天左右 无论怎么样吧 反正这个风暴我们这样避开它 还是非常安全的 这一下子心里就放松 大家也放松 小安你好 这是什么鱼啊 好大 做不到耶 它在冰箱里面就是长这样子 什么鱼呢 石斑 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鱼 未知鱼 今天要加餐了 小鱼 大家还记得这个风向仪底座的改装吗 因为我们穿有时候要过一些大桥 所以呢这个天线必须要躺倒 否则会撞到大桥的 对吧 穿太高了 那么当这个天线躺倒之后呢 风向仪也会平躺 不就起不到作用 所以说在上海的公司就安排 对它进行了改装 那很多朋友就想知道 改装之后的效果 这次我就带大家去看一看 这个就是在苏伊士运河之前 这天线就需要提前放倒 那大家看现在这个状态 是放倒之前 天线放平之前 这个小飞机呢 是运转正常的 现在正在侧风啊 侧风向 侧风速 运作正常 那么躺倒了之后 会是一种什么状态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 现在开始降了 降下来之后 我们看小飞机 看它涨下来了 诶 别错吧 涨下来了 涨下来之后 就是小飞机 这个角度 你看它的进步测动 这个风有点大 现场都是扎音 所以呢 还是我事后来配音吧 大家看这个改装之后的底座 很简单 只需把这个螺丝啊 给它换个位置 把右边的这个螺丝拧下来 换到下面这个位置 这小飞机不就立起来了 大家这么聪明 一眼就能看出是怎么操作了 就这么简单吧 它操作起来 确实也是非常容易的 以外的狂然说 下面 下边 來 f r 不过要去 你不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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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 艘航艺接待工作正常 這個是在新加坡海峽拍到的一條超級郵輪 叫ULCC 大家看它的池水 猜一下它的池水有多深 21米 這個很恐怖啊 所以這個郵輪它跟集裝箱不一樣 它這個從表面看起來也看不出什麼來 一麻拼穿的 不像集裝箱船 什麼時候看起來都跟做小山一樣 而這個郵輪呢 就是它主要船體都在水線以下 像這種深池水的船 它的操縱能力是非常受限的 因為它瘦流大嘛 瘦風小 所以我當時拍到了 這裡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雖然由於比斯開灣的風暴 這個船期也向後推了幾天 但是依然離我休假一天天的接近了 大家也都知道我下條船的安排 是一月中旬上長吉輪 Evermax 這是一條15000箱位的 今年剛剛下水的新船 所以有朋友呢 就在評論區留言 說船長 為什麼你不固定在一條船呢 另外你從24000箱的頂級帶貨王 然後去15000箱的 這種相對小一點的船 雷船長 你是不是被貶了呢 這些都是朋友們提出的疑問 今天咱做一下解答 這船長或者船員固定在一條船的可能性不大 尤其是在有幾百條船的這種大型船公司 這種可能性幾乎為零 我們知道這個船是一年365天都在運營的 而在上面工作的船員呢 卻是需要休假 這個假期的長短啊 彈性是非常大的 因為每個人的需求不一樣嘛 有的可能想在船延期啊 多幹一幹 有的呢 家裡面有事 他要請試駕 要早回去 那有的呢 這個休假的時間需要長一點 來處理家中的事物 有的呢家裡沒什麼事 想早一點上船 那這個呢 就造成了你回到原船的可能性極低 比如說吧 我這次休假啊 如果我休假之後再想回到昌標輪 那只有等到接我班的那位船長 完成了他的合同之後 我想提前或者我想推遲都不可能 得必須等到那個時候 那這對於船員來說是很難做到的 那麼對公司的人事調配來說呢 屬於資源浪費 因為你其他的船出現職務空缺 這個船長我是沒有辦法調動的 因為他要等著那個時間回那條船嘛 我們把一位船員面臨的這種情況 給他推演到整個船隊所有船員 大家想想看 這個人事調配將極難安排 沒有辦法做得到的 正是有了上述的這些理解 那麼對第二個疑問 大船到小船這個問題就更好解釋了 公司對屬下船員的調配理念是什麼呢 要求每位船員 大船小船都會幹 遠洋近洋都能跑 嘿這個理念 說到底了 還是要做到物盡其用 滿盤皆火 所以說這裡並不存在被貶這種說法 反而對單一的船員來說 你在本船隊之內 你做過的船型越多 跑過的航線越多 那麼你的經驗值是肯定加分的 同理我們把這一點 推廣到整個船隊的船員 大家想想看 調配起來 將會是多麼的順暢 多麼的絲滑 多麼的完美無缺 那麼以上呢 就是對這兩個問題的解釋 好了 咱們這期就聊到這裡了 感謝您的觀看和訂閱 下期再聊